冰凍太阳 冰公主 你干嘛冰凍我 我喜欢 你管我 冰凍大树 冰凍藤 混混国 桌上冰雪公主 你为什么要冰凍太阳大树和童话王国 你这样所有人都会不喜欢你的 才不会呢 大家喜欢我 我最喜欢笑脸了 你看 大家都在给我发笑脸 没有发根本表情包 你也别冰凍吧 太好了 都变成冰凍的了 我要再吃冰凍更多的东西 谁来救救我们 温暖魔法 我们都会冰凍的了 发生了什么 你们怎么被冰凍了 清零天子 都是冰雪公主干的 她说 要把整个童话王国都变成冰块呢 什么 怎么可能 冰雪公主 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很善良的 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真的是冰凍主做的 清零天子 不信你跟我们一起去看看 冰凍树 清零天子不是上帝吗 清零天子怎么结冰了 后悔 后悔 真好玩 你们也被冰冻吧 温暖魔法 我们终于恢复了 冰雪公主 没想到这些事真的是一干的 你太过分了 我现在就把你带回清零王国 让女王好好的教育教育你 把你冰冻起来 一百年不准出来 不要 我不要 清零天子 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把我带回去 不行 我必须要把你带回去 我真的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了清零天子 不要把我带回去 冰雪公主 你不想让精零天子把你带回去冰冻也可以 那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童话王国使用冰冻魔法 那是想让你们注意到我才那样做的 什么 我把你们冰冻了 你们就都知道我叫冰雪公主了 你们之前从来都不记得我 那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出来的童话王国呀 谁说的 我有的 你们好啊 我是冰雪公主 今天第一天来童话王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有吧 你看看这个视频好好看 真的吗 我看看 真的很好看 大家 大家怎么都不理我 算了 我换几个人试试 哈喽 你们好 我是 大宝妈妈 走啊 逛街去 好呀 正好我上次看中了一条裙子 怎么还是没有人理我 冰雪公主 你想让大家都注意到你 认识到你吗 我教你一个办法 你可以这样这样 黑暗老爹告诉我的办法 果然有用 你们大家 果然都认识我了 冰雪公主 你这傻 黑暗老爹说什么你都信 他可是坏人 这样做 我们虽然认识了你 但是 我们都会讨厌你 不想跟你做朋友的 什么 讨厌我 不要 不要讨厌我 你们原谅我 和我做朋友好不好 我再也不那样做了 可以 是可以 但你以后 不能再带童话王国 随便使用冰雪摸凡 也不要再被黑暗老爹变了 好的 我答应你 好 那我和你做朋友 那 小伙伴们 你们愿意接受我 和我做朋友吗 愿意的 在评论区给我发个笑脸 不愿意的 发一个哭哭脸吧 我们下期再见